再次看到熟悉的慈濟職工身影 那茅地區受災的居民是開心又驚喜 8月底豪雨沉災 9月初來看災的慈濟人 立即發動三天的已公待正清掃家園 9月底再來 恭敬為受災嚴重的205戶災民 送上極難救助金 還為孩子們送來新的書包和文具用品 所有的援助來得及時 也讓他們有足夠的資金重建家園 塞西利亞一家十多口人 現在還住在戶外 一領到救助金 立刻買來材料和工具 期待新家的落成 來到學校再次聽見孩子們快樂的笑聲 老師們也很感恩全新的書包和文具 讓學生更樂於來上課 尤其是水壺更是食用 在學校並沒有太大 支援的支援桌上 沒有需要增加 我都知道 他們會幫助他們健康 一掃水患帶來的陰霾 處處充滿了感恩和歡喜 謝謝主持人 大安新聞李尼亞伯漢 菲律賓報導 我們在學校旅行 我們在學校旅行 請大家 聽起來 我們在學校旅行 ��愚了 聽起來